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这个好吃吗 养小孩就像是在练习一种极限运动 每天都是无数个重复动作 比如抱胃 换尿布 直到你的手臂快要翻掉 你才能停下来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能够听着小孩子无数字的问话 一遍用一遍地回答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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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有时候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比如你给他买了一个最新款的玩具 他却更喜欢玩那个旧旧的布娃娃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同情为民 养小孩就像是在玩一场悄悄板游戏 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小孩子最让人头疼的地方 就是他们总是想要尝试各种危险的事情 比如从楼梯上滚下来 或者试图爬上餐桌 你只能无奈地跟在他们的后面 希望自己能够及时阻止他们 养小孩就像是在和一个小宝贝进行长跑比赛 你是要时刻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 因为他们永远都有无窗无尽的能量 小孩子有时候会让你感到非常惊讶 比如他们会突然对你说出一句超级成熟的话 让你不禁感到自己的孩子真是个天才 养小孩还需要有一定的演技 有时候你需要在自己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 强迫自己笑着对他们说 好的 妈妈现在就去做以结婚为主题 超级好笑的脱口秀内容 结婚就像是在一场如指尽的折磨中 你需要在一件漂亮的礼服下面 穿着一件密不透风的那衣裤 然后还要一直微笑着跟人打招呼 直到你的脸多快僵硬了 结婚之前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了解对方 但结婚之后你会发现 你真的一无所知 比如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另一半 竟然如种把脏衣服扔在地上的习惯 据说结婚可以让你变得更加诚服 但我认为结婚只是让你变得更加懒惰 因为你知道有个人会帮你打理一切 结婚其实就是在和一个你认为自己可以和他一起度过余生的人 玩一个永远也无法结束的游戏 叫做家庭生活 结婚就像是在一场漫长的旅行中 你需要和一个陌生人共同旅行 然后在旅途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李 直到你们彼此呼吸 结婚之后你会发现 你的另一半似乎有一种特殊能力 就是从能够在你最小一个人的时候出现在你身边 结婚就像是在一场全民健身大会中 你需要不断地练习自己的耐性技能 因为你会发现 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的时间真的很长 结婚之前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热漫的人 但结婚之后你会发现 你现在需要关心的更多的是家庭的大小事物 比如去超市买菜或者打扫房间 结婚就像是在一场爱情讨厌中 你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爱心 有耐心的人 直到你的另一半完全相信你 最后一点 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融合 所以你需要保持足够的交际技巧 才能在两个家庭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以脱口秀为主题 超级好笑的脱口秀内容 脱口秀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表演形式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下一秒讲出什么内容 就像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掉进一个深坑一样 在脱口秀中 你需要时刻保持幽默感和冷静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观众 有的观众会毫不留情地扔鸡蛋 脱口秀就像是在玩一个永远也猜不中的游戏 你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运速和节奏 以便更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在脱口秀中 你需要有很强的自我收养 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有些话题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不适 脱口秀是一种拼人品的表演形式 因为你需要在不停讲话的同时 还要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魅力 以便更好的吸引观众的喜爱 在脱口秀中 你需要有很强的反应能力 因为有时候观众会突然对你提出问题 你需要马上做出回应 否则就会被观众扔鸡蛋 脱口秀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神体操 你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求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以便更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在脱口秀中 你需要有很强的场控能力 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 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以便更好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脱口秀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表演形式 因为你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制造出各种有趣的笑点 最后一点 脱口秀需要有很强的自信心 因为你需要时刻相信自己的表演能力 以便更好的吸引观众的喜爱 如果你缺乏自信 那么观众也不会对你感到有趣 有趣的脱口秀内容 你是否发现 当你决定购买一辆新车时 你开始看到你所在城市的所有汽车广告 就好像城市中的每辆车都在说 你需要我 你需要我 在我出生之前 我父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所以我经常告诉他们 他们为什么还要再要一个孩子 我妈妈总是说 我们希望能得到完美的孩子 然后我总是回答 所以你们选择了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男女之间不同思维方式的事情 比如 当一个女人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时 她可能会想 哇 这里真漂亮 而当一个男人看到同样的花园时 她可能会想 哇 这里需要修剪的草地真多 我曾经去过一个非常糟糕的餐厅 服务员非常不友好 我问她 这里有没有什么菜是你特别推荐的 她回答 我不知道 我只是工作在这里 我的回答是 哦 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最近看了一些这电视节目 发现我们在过去是多么容易受到广告的影响 在某些广告中 他们会让你相信你必须拥有他们的产品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现在明白了 幸福是无价的 它不能通过购买得道 你是否曾经观察过人们在电梯里的行为 当电梯里有两个人时 他们通常会站在两个角落里 他们的脸朝向电梯门 但是当有三个或更多的人进入电梯时 他们会站在一起 并且他们的脸朝向电梯的钟啊 这是一种有趣的人类行为 我曾经在机场被问到 先生 您有任何可疑的物品吗 我回答说 只有这张信用卡 我曾经在商店里试图买一件衣服 但是我发现我太瘦了 我穿上S号的衣服都太大了 我告诉售货员 我需要一个更小的尺码 他回答 这就是最小的尺码了 然后我回答 让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身体 骂子